你不许多了 你不许多了 别总慌着工作 给你买了宵夜 看你最近都憔悴了 是不是因为这广告片的事情压力太大了 这个三十秒的广告片 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了 真的假的 在片子正式发出来之前 谁都不许看 保密 你是不是怕我看见成片了之后哭笑不得呀 那你现在担心也没有用了 反正箭已经在闲上了 不得不发了 对了 你和严厉的这个价格战 什么时候可以打完呀 怎么突然问这个了 你们两个这样大打价格战 你知道对我来说诱惠力有多大吗 那你更喜欢谁呢 那你更喜欢谁呢 不用多想啊 我是说两家公司你更喜欢哪一个 你这话得说清楚啊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 我说得很清楚啊 我说得很清楚啊 我想在小脸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我得赶快过去了 这么着急啊 你先吃点东西再走吧 不吃了 谢谢啊 坐啊 吃了 去了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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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一点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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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杨丽 李宗盛 你干嘛在这里装雕塑吓人啊 你以为你是罗丹吗 最近 怎么常常都这么晚才回来 我工作忙啊 而且我不是每天都有给你报备吗 一个闲置部门能忙到哪儿去啊 你可千万别小瞧人 我企划了一个广告片项目 忙了这么久 明天应该就能最后剪辑好了 你来看看吗 陈明百货的宣传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别忘了 我们是死对头竞争对手 你们的竞争是你们的工作 做好宣传片是我的工作 所谓时君之路 单君之忧嘛 你吃我的住我的这么久 不见你为我担忧啊 你 你需要吗 当事人不需要了 你连反话都听不出来 以你的智商 帮李明车做得越多 对我的帮助就越大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